大家好 我是阿莉莎 定居台灣兩年多了 台灣的美食真的很多 常常就是選擇障礙 不知道要吃什麼 沒錯不知道要吃什麼的時候呢 我就看一看 那個必比登榜單 隨便選一家 絕對不會踩雷 這一集影片呢 就帶大家打卡三家必比登美食 我帶來看看 明星期推薦的美食到底有多好吃 我還能回到哪裡吃 就是我一年前就许下的諾言 我會把它完成 我想說把這所有的米其妮餐廳 全部一家一家打卡完 那我會不會變成 阿莉莎拉斯 就是必比登美食呢 它是一千塊錢以下 就可以吃到三道美食 性價比比較高的餐廳 真的是好吃又不貴 那就跟著沙拉盡頭一起去看一下吧 沒想到吧 必比登美食竟然還有泰國菜 我每次吃泰式 對這個海鮮湯是完全沒有抵抗力 不知道他們家的好不好喝 酸酸辣辣的耶 這一碗湯下肚完全開胃 不喝完都對不起大廚 不可能不喝完 一定能喝完 讓我留一點 你不要把它喝完啦 媽 你看這個人 真是很煩耶 太好喝了 你看一下就被它喝完了 吃吃看他們的蝦新不新鮮 鮮甜鮮甜的 他們的高麗菜也是很多人推薦的 嚐嚐看 它是那種很香的那種蝦醬的味道 包裹著整個高麗菜 高麗菜是那種脆脆的 蝦醬 是我們特調的蝦醬 是我們的主食 是我們的小檸檬 感覺不是很熟練耶 一百都是我老公擠的 餓 餓 哇 因為我一直不明白 這個蝦 是用來直接吃的嗎 好酸 剛吃完檸檬而已啊 它吃起來是那種Q彈的 有一點軟軟 但是沒有到軟弱 它裡面有甜味 然後加一點點的小辣 又感覺結了檸檬又酸的 所以對於味覺來講 是真的滿豐富的 然後它裡面有豆干啊 還有一些蛋 還有這個花生 還有顆粒感 對 城市還滿多的 兩個泰國蝦 滿大顆的 我就說這個泰國蝦 好吃好吃 就是太難剝了 哦 真的哦 這是有在暗示誰做什麼事嗎 沒有啦 我的手已經弄壞了 不然我要你來剝 剝完之後這個肉 看起來就很鮮鮮的 泰國蝦 就是這麼普適無法 好吃 好吃 那再幫我剝一隻啊 這也是很多人推薦的 本家的雞翅 脆脆的聲音 蠻好吃的 很嫩裡面 然後表皮是酥脆酥脆的 不會很油 特製的辣椒醬 沾沾看 蜜翅辣椒醬是不是 我喜歡這個辣椒 它裡面有一種 泰式的酸辣 跟吃麵上的不一樣 其實我本來已經感覺我已經吃飽了 但是吃到辣椒之後 感覺又被開胃了 又活過來了 嗯 有人看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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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我們點了兩杯飲料 泰奶跟檸檬蝶豆花 他們家的泰奶很特別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 分開的 好漂亮喔 不會太甜 剛剛好 很絲滑 不錯 很多人推薦 店員也是說 喝錢攪拌一下 不忍心耶 因為它很美 它名字叫做檸檬蝶豆花 沒有豆花喔 很酸 但是我很喜歡 我比較喜歡 是什麼的酸味 檸檬的酸味 酸甜酸甜的 不愛喝酸的 不建議 但是愛喝酸的一定要嚐它 那為什麼它會是紫色的 它是用蝶豆花條的色 蝶豆花的花瓣 長健適了吧 大光盤 NICE 不會是秘比登啊 正宗鴨肉飯呢 是我在台灣吃過的第一家秘比登美食 店內的用餐環境呢 比較的簡單一點 甚至呢 用隔板隔開一個四人桌 這樣呢 就有更高的翻桌率 餐桌上呢 都是來自各界的人化的話 都是推薦他們家鴨肉飯的 這邊還有寫 BLACK PIN 唱完都要來一碗 這真的假的 今天運氣不錯 剛好遇到剛出爐的鴨子 這些呢 就是我們這一頓點的餐點 不多不少 剛剛好 每一道都是我喜歡吃的 就這樣一碗簡簡單單的鴨肉飯 我第一次吃就愛上了 他的這一口飯吃下去真的賊香 就是他的飯裡面都裹滿了那個鴨油的香味 哇 我是來台灣之後才吃鴨肉飯的 我們常常來這家吃 因為他真的很好吃 你看一下 他都是裹滿了鴨油的飯 還是如此的香 我很喜歡吃他們的薑 就是解膩的 然後我們點了下腿湯 因為它裡面都是雞蒸 應該要點那個綜合下腿湯 裡面有那些什麼雞丁啊什麼的 雞蒸的話對我的牙套有點硬 湯頭還是很讚的很好喝 然後搭配一個眼睛的豆芽菜 超脆的 然後我在店裡吃飯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都加這個胡椒粉 難道這是台灣人的吃法嗎 攪拌一下 嗯還不錯 就是多了胡椒粉的味道 口感會更加刺激一點 有胡椒粉的香味 我們點的到了 你們看他家還有這個麻辣口味的肉燥飯 超棒的 所以是我這種愛吃辣的人 再加上一顆這種他們家必點的半熟蛋 哇 看著就超有食慾有沒有 哇 流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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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碗是原味的 這碗是麻辣的 看起來就是這個更紅一點 顏色更重 就是要蛋黃跟麻辣肉到一起 太滿足了 一眼下去還會有一點辣味 它滷肉是偏肥肥的比較多 但不會膩 這家店也是我們女兒的愛店 對 我們常常來吃 不知道吃了多少次 對啊 就是很喜歡這個味道 但是剛來的時候就 比較少點辣的 嗯 真的挺好的 這一碗呢是原味的 我加了一塊油豆腐 很好吃 沒有 我一定就是那種泡汁 那種乳汁 甜甜的 又配飯比較酷 很酷 就是這麼一碗普遍 的肉豆飯 我們既然在大陸的時候 好香的感覺 沒錯 真的啊 就是它台灣的味道 跟大陸的味道就是不一樣 肉豆飯感覺都可以 代表台灣 對對對 因為吃到酒飯的時候 就想辦法買台灣 台灣的美食 你看它肉豆飯 嗯 這麼多 它點了一碗蒜味魚碗湯 其實我不怎麼愛吃魚碗 是海蟲愛吃 我喝它的湯 在這個冷氣房裡面喝這種熱熱湯 這個味軟軟的 可是它是蒜味魚碗湯 多的味道是那種海帶的味道 然後它好像有 有放這個東西 對 然後加上一些小顆的那種芹菜的顆粒感 不會只有我一個人喜歡吃這個茄子吧 我覺得超好吃的 可是如果只有妳的話 他們就不賣這一道了 因為妳不吃啊 而且阿嬤很喜歡吃 特別是配上他們家 這個特製的辣椒醬 喔 對 我的超愛 真的我們不管是內用外帶喔 都一定要裝一點這個醬 對 每次外帶的時候 它這個是特製的 要海鑽給我裝 然後每次裝在那個袋子裡面都弄到我的手 我就很不爽 沾了滿滿的辣醬 嗯 因為它是從冰櫃裡面拿出來的 喔 所以 當咬碎的時候 就是那種 像冰淇淋一樣 茄子被使用成冰淇淋 我是第一次聽到 真的很好吃 我不懂耶 為什麼妳不喜歡吃 每次我點東西我一定會吃完 我覺得很滿足 沒有人跟我講 愛吃茄子的 一定要吃 超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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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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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妳雖然沒吃完 還是最後兩趟 要把它吃完 要把它吃完嗎 當然了 光盤 哇 是不是超乾淨 真的是 這個 辣椒妳要把它喝掉 妳要喝掉 妳不是很喜歡吃辣嗎 好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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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飽喔